新闻一开始带您关心最新消息 怎么会有这样的遏制检察官 高雄地检署的前检察官吴杰仁 他利用办案诠释 胁迫了美女证人 发生了性关系而被告 年初他被判刑 七年六个月确定 不过疑似躲了74天被通弃 也终于在昨天他主动投案 最新情况再给记者刘云璇 是的主播 高雄地检署前检察官吴杰仁 在民国95年的时候 因为利用办案的诠释 胁迫美女证人发生亲密关系 今年初一不违背职务 要求不正当利益的贪污罪 判刑七年六个月 那他昨天5月6号是主动投案 在这之前的74天 他都躲在屏东的深山庙宇当中 而遭到通弃 不过他投案时是大声的喊冤 说自己的确是有道德上的瑕疵 但绝对没有强迫证人 和自己发生亲密的关系 两人是你情我怨 也没有贪污 而且他还自称在躲避期间 罹患了焦虑症 每天还需要按时吃药 报受了10公斤 不过不想要连累家人 才决定主动投案 那吴杰仁投案的时候呢 是头戴鸭舌帽 穿着轻便的服装 背着背包 已经被戴上手铐发肩 我们将现场交还给主播 好检察官一丝 性情美女证人 躲了74天 昨天终于投案入监